基隆這家知名的火鍋料供應商 販賣多樣化的鍋物配料 像是海玉球 蟹黃球 玉丁香等等 各大網購平台和實體通路 都有他們的蹤跡 是台灣前幾名的火鍋料供應商 卻接連兩個月接到不明男子的恐嚇電話 接到恐嚇電話之後 其實我有好一段時間都沒有辦法睡好 因為根本也不知道是誰 然後不知道是不是針對我 還是公司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採購組員工在十月份接到一名男子來電 一打來就飆罵三字經 罵完立刻掛電話 原本以為只是打錯電話惡作劇 十一月份又一連接到了兩通 一樣都是罵完髒話就掛掉 讓女員工相當的害怕 工廠成績老闆娘趁著和基隆市 警察局長劉耀青參叙時 當面向局長報案 立刻組成了專案小組調查發現 這三通恐嚇電話分別從台北市 和新北市的公用電話廳打來 過濾接之際之後 鎖定了一名四十多歲的彭信男子 在台北市莫家印刷公司擔任業務 只因為有標案沒談成 才會打電話恐嚇 電視錄影機 掉出來 他是在那個 潮市的門口打電話 然後他用義務卡 然後義務卡用完了 他又去買 然後才被抓到 我到現在真的還是不知道那一位是誰 他所謂的什麼 我打好幾通電話給他沒有接 就把訂單轉給別人這種事情 其實是沒有的 疑似因為生意往來 俠院暴復 沒想到業者和局長 正式迅速揪出恐嚇電話的藏進人 TVBS 劉欣奎 基隆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